油童花瓣紛飛 潔白五月雪 美麗的背後 近暗藏危機 學校內種植這好幾棵油童樹 上頭果實咧咧 想不到 卻有血統檢食這油童花子 吞下肚 驚爆 集體中毒 油童花子長得太像堅果 市民小六學生竟然檢食後 分享給同學物食中毒送醫 事情會爆出原來六號下午 桃園平鎮這間國小 市民小學生上課時間 向老師詢問油童花子 是否可以使用 老師這才發現 原來他們早在下課時間 已經把東西吃下肚 爆出學童上吐下瀉 甚至住院洗胃 讓家長膽戰心驚 雖然學校強調送醫三人 沒有身體異狀 是保險旗艦 才進行洗胃 平時也都有 教導學生貶視植物 但家長難以接受 怒紅明明知道 植物油毒為什麼還要種植在校園 要是學童物食量更大 恐怕就會鬧出人命 植物有些是有生物鹼 或者是有一些神經方面的毒性 一旦如果小朋友有呼吸困難 或者是意識雙面有受到改變 那可能就馬上要到急診來就診 校園說校園三棵油童樹 已經二三十年樹齡 是頭一次發生物食 未來會加上警告 並宣導只是在校園種植有毒植物 小小孩子要是一個不小心 並再度吃下肚 爭出的事情恐怕不是一句宣導 就能米平 記者